人类历史上共有三次奥运会夭折 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 除此之外奥运会在百年来从未中断 2020年疫情以一种狂放的姿态席卷全球 这些恐怖的数字剧烈攀升 让东京奥运会的戛然而止成为必然 3月24号 东京奥组委正式宣布本届奥运会延期一年 遥远的天文数字和魔幻的新闻故事 让我们逐渐变得无感 麻木甚至厌恶 仿佛只有回溯历史才能感知现实 让时间退回20年前 回到那个让14亿人热血沸腾的夜晚 现在上半期走向了主席台 马上就要宣布到底是哪个城市 获得了2008年下轿运会的最终的成本人 下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29届 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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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队 1908年 天津杂志的一篇文章 向国人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 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运动员何时能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 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回答这三个问题 我们花了整整一百年 对于2008年的北京 这次机会前所未有的珍贵 如果说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面向世界的呐喊 那奥运会开幕式就是声带的第一声震动 对于普通百姓 对于国外媒体 对于即将写进历史的未来 这声震动的成败与一个人直接相关 14亿人的目光 全部都落在了那一个人的肩上 张艺谋 中国第五代导演 从87年第一部电影《红高亮》以来 这30多年 他始终在神作与烂片中间不断徘徊 就好像一块移动的灵程碑 但张艺谋国师的称号 并非来自他的电影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一共有13家团队参与竞标 李安 陈凯哥等等名导相继参加 让竞争异常激烈 张艺谋不被看好 马上会上很激烈 有三四个很明确的表态说 张艺谋不行 把尿巢改一个名字 由国家的有关单位和机构 正式命名为奉承 哭 然后那边羽毛 即使张艺谋团队最终凭借略高的总分 拿下了开幕式 但从聘书发下的第一天开始 对张艺谋的争议和他的电影生涯一样 从来没有停止 如果砸了 会是什么情况 我就再没有想过 我只是觉得 那就肯定是 那就是人生最低点了 就你永远的说 你给我们丢了一次人嘛 为期541天的奥运会筹备工作 伴随着声声质疑 正式开始 春晚是自83年以来 我们对国内晚会的最高想象 但让全世界在鸟巢看一场春晚 不是张艺谋想要的 我们缺少轻松 缺少幽默 缺少温暖 我们的很多很多艺术 从晚会到电影到电视 许多许多东西 就是致敬 致敬 再致敬 如何把奥运会开幕式 和扎根在国人记忆里的晚会 区别开来 只有破旧才能立心 违反期待值才是新鲜的 他决定在奥运会开幕式的舞台 造一场行为艺术 这项严肃庄重的任务 在张艺谋天马行空的幻想下 变得轻松起来 把笑脸印在伞上的点子 很快就确定了 大脚印的创意也随之而来 灵感爆发 顺风顺水 五个月后 张艺谋和团队的第一次汇报 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 报纸头条也给出了最高的认可 奥运会开幕式将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但是 规范的偏离 往往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把零星的想法组成骨头和肉 并不容易 再好的创意 已经搁置就会变得不耐看 陈旧 而且无趣 最关键的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晚会 这还是那句老话 因为它是奥运会 因为它寄托了全国人民 那么重量级的 那么广泛的期待 天马行空的幻想过后 现实问题随之而来 鸟巢工程如何依据演出 做出调整 庞大树木的服装道具 如何筹备 五环如何展示 圣火如何点燃 一个个悬而未决的问号 压得张艺谋喘不上气 他脑中的想法变幻莫测 真正能用上的方案 寥寥无几 抽象是危险的 整整两千多次会议 让创作变成一场高烧 持续的高烧 令场面一度混乱 没意思 有千次 我们体系人也说 我们的体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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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混乱是阶梯 历史在重复 但也在盘旋上升 无数次否定以后 从地面接起五环的创意 再一次撕黑板保护膜时 被确定下来 因为在餐厅吃苹果 看到了旋转的苹果皮 定下了把鸟巢建筑本身 作为火炬塔的方案 平凡的日常里 往往隐藏着伟大的瞬间 但有一些伟大 是妥协出来的 一个爱一个 看到人吗 没意思 得看到是签字 关于活字印刷的展示 张艺谋提出 用人家自磨的方法 去操练和呈现 但这一想法 遭到了陈丹青的反对 人排这么紧 上面谁知道 举上去怎么样 这个很难协调 六千多人 等真的上了场以后 这全是事 你要真能做出来 地上爬 我爬给你 真的 你写下来 做出来后你地下爬 爬多远 谁能做人接我 我达一公里 你真爬定了 我搞了 根本不是电脑上的效果 是电脑上的效果 no 是 这是你看的 真的 又要吃呢 你爬 我爬 就在这种自信中 自磨的创意最终被敲定 但四大发明贯穿始终的结构 在下一次汇报时 被领导小组彻底推翻 理由是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 无法用四大发明完全消化掉 说不行 说怎么能够我们五千年文明 用四大发明就可以 就可以把消化掉呢 原本用混乱堆砌的阶梯 瞬间崩塌 张艺谋一下陷入困局 作为顶级导演 张艺谋的起点并不高 他74年在陕西棉花厂当工人 曾经卖鞋买过相机 自学摄影 28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37岁才指导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这样的出身让他很早就知道 要时时刻刻抓住机会 让自己变成有用的工具 并且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学会妥协 坐在这位置上 谁都要妥协 而且每天都会有妥协 这路其实好路 就是说就架了一个架子 你不能走了 当然再不回头了 哦不能走了 行 我能再给你开辟一条路 一样好 妥协并非放弃 妥协是一种艺术 四大发明架构拿掉以后 一幅画卷的展开 成了整场开幕式最核心的表达 等一开始眼睛 这个画家一出来 哇两个招起来 啪一遛 哦 有一个中国的一张 画轴白痴 它是底下LV铺好的 它上白是纯中国方式的 全世界没有的东西一家 翻过一张画 那个很中国 真是中国人 全世界只有中国人 非常有点意思 现在可能这盖子超过压 但画轴的超前设计成了难题 在2008年以前 LED从未在大型活动上使用过 防水问题 踩踏问题 零失误的要求 经费超支 工期的不确定 任何一个失误都是致命的 但2008年的北京 张艺谋和她的团队做到了 从北京奥运会开始 多媒体跟传统歌舞的结合 成了一个风向标 在世界上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让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变成了一句预言 而这句预言 在开场的第一个节目 就得以实现 开幕式第一个节目的重要程度 是S级的 出场亮相 既要震得住气势 又要新颖 有力量 还得显示出代客之理 不是优雅 张继刚导演觉得鼓 十分合适 但张艺谋坚持 如果用鼓开场 效果会是这样的 很多片头啊 广告啊 什么玩意儿 就几乎十年 就一直在中 如果最后 所有的东西都被称赞 这一部分被批评 于是张艺谋开始寻找一种 既有鼓的效果 外形却又不是鼓的乐器 在历史学家轮番上阵 没日没夜疯狂寻找之后 一个词语 在他脑中浮现出来 击否而歌 经过严密调查 关于否的敲击方法早已失传 只能从零开始 制造一场声音实验 张艺谋提出要求 声音里要有50%的鼓 50%的青铜感 力度共鸣的重低音占7成 金石之声占3成 同时否得表面要加灯光 全边黎束光 通过日轨反下来到了这个地点 先激活一个人 由这一个人这样滚 26次修改重造 日日夜夜的暴晒排练 让2008个击否者 站在鸟巢中心 一边吟唱 一边击打 一边闪烁 一边震撼世界 开场表演只是冰山一角 奥运会开幕式的筹备工作 只有两个字 残酷 这种残酷不仅仅指向张艺谋 还公平地指向所有演出者 传番图案不合格 需要紧急加画 数百人喷绘手绘一起上 1700平米的奖面迅速完工 黑色的发光服不够亮 一个口令下去 立刻改成绿色 12天里2400套服装 将全部重做 修改量高达40% 最残酷的是皮影节目 因为时长过长 一千多名战士 排练了整整一年的节目 被全部拿掉 肯定我们保证能给它 能够设备好 这不是皮影的问题 也不是你们 更不是你们的问题 更不是训练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创意上 跟你们都毫无关系 就像我写媒体手证那两句话 那是真心话 第一个 我自己从来没有现实 从来没有一秒钟 写的 第二个 我尽我最大努力 不可能化腐朽为神奇 也不可能化神奇转腐朽 都不可能 在残酷的决断下 失业的皮影演员 也很快转身 投入了新的任务中 你不要看时间短 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这毫无疑问 绝对一点问题没有 只要他让我们上 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惊喜 每个人都憋着一口气 他们要掌声 要最后圣火点燃的那一刻 要在电视机前飙出的眼泪 这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8月8日的下午 张一谋在办公室 像放一部电影一样 将完整的开幕式 在脑海里细细地过了一遍 全部移到南端的 随着到处理 再确定点火 点火必须成功 在历节奥运会上 从来没有过失误 晚上8点 随着北京上空的声声巨响 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 中国田径小史一书记载 清光旭21年 法国人顾拜旦 致函清朝政府李鸿章 劝说我国参加首届奥运会 而清政府 应不知体育为何物 未作答复 113年后 中国运动员李宁 高举火炬 沿鸟朝腾空奔跑一周 在北京的夜空中 在全世界40亿双眼睛的注视下 点燃了奥运圣火 在北京的夜空中 张艺谋的2008的纪录片 是我珍藏很久的一份光盘 每一次重看 都让我对2008的回忆 更厚重一些 也对电影之外的张艺谋 更着迷一些 所有的时代 其实都像一张画 只是上面贴满了 宣传广告和大字报 榨干着我们最后一滴想象 只有当你打开作品 背后的作品 撕开厚如鞋底的标签 才能看到时代下鲜活的人 看到人们的诚恳 清醒和坦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时代的集体记忆 也慢慢变得私人起来 当年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温暖 逐渐变得陌生 而且遥远 四年一次的仪式 最初目的是让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体系的人民 以共同的精神 去看待差异 跨越交流的障碍 2008的北京 让世界认识了我们 也让我们认识了世界 2020本是为奥林匹克 狂欢的影响 但似是而非的我们 活在这个似是而非的时代 用事实无畏的想象 承诺着事实无常的未来 奥林匹克 我们来年再会 喜欢这期节目欢迎关注我 顺便一键三连支持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